俗女白天很多事 俗女晚上有心事 幫你搞定 俗女家務事 懷孕大概七個月之後 阿神妳就水走 我來幫妳按摩 從哪裡 我就按 妳是要殺人啊什麼 我還沒用力耶 等一下 他就來紐約 我們一起出去玩 我想喝一杯熱的珍珠奶茶 來回兩個多鐘頭 五次我要喝多水 他要喝 我老公想吃麵包 買個不錯口味的漢堡 再來個三明治 我又多買了一條主事麵包 妳怎麼買那麼多 可是她交撐又很高興 對 最近有一個網友 非常的貼心 他幫這些懷孕的媽媽們 整理了一系列 就是妳的另外一半 秒成豬隊友 好像很容易耶 很容易對不對 對 一些清單 那裡面就譬如說 明明太太在懷孕的時候 就是很熱很熱 可是老公卻一直把冷氣關掉 或把電風扇關掉 他有事嗎 是不是豬隊友 再來就是呢 明明就是懷孕的時候 很容易皮尿啊 或覺得譬如說腳很腫 容易肚子餓 他也不能理解 其實男生有的時候 真的很想要好好表現 可是他們可能真的不理解 我們到底需要的是什麼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請了一位最公道 而且又最了解女性的 陳寶仁醫師 來幫我們所有的女性 要說句公道話 妳為什麼那麼慌張 我的內心絕對是站在妳們那一邊的 我懂 對 我懂 對 我剛剛跟國豪 剛剛我們已經聊過了 這一集呢 其實 錄了 我們會講出很多心理的話 但是如果給妳擺錄 因為回去的生活還是一樣 對 回去會很慘 而且啊 男人真的是 有時候就是剩一割剩 所以今天呢 大女人的部分 就由我跟妹來代表 要幫我們所有女生來出身 是因為我平常太弱了 對 妳真的很弱耶 為什麼大女人沒有磨 對啊 就仁甫說什麼就好啊 OK啊 而且他剛才這樣 他剛才講耶 他忍他一年 只要仁甫大家就看個極光 什麼都抵過了 對 我就很好找 因為人家不是講說 孕婦懷孕的時候 會特別想吃東西嗎 然後我也曾經有過 就跟老公說 老公我突然好想吃什麼 他就這樣 弄著我的臉 然後把我一壓 就說 睡 就睡了 就睡了 比那個YouTube上面 在催眠一隻雞的速度還好 吃這個吧 有人說女人心海底針 又有人說女人心這個 情食多雲偶正雨 可是呢 這件事情在懷孕的女人面前呢 更是澱粉加厲 有嗎 哪有那麼誇張 說不定她真的是有這個需求啊 沒有 我就像這樣講好了 她的身體有時候也會讓她 不由自主的對我發脾氣 譬如說 在她那個懷孕大概七個月之後 她的身體就水腫 然後腳踝 怎麼就是整個腳 連形狀都跟原本的形狀不一樣 真的會 對 差滿多的 然後那個時候女人就 還滿喜歡有一個人 可以幫她好好按摩的 這樣很重 不舒服 因為她也害怕去外面的按摩店 那個按摩師也不敢接嘛 對 還要先簽 切結書 你敢簽嗎 對啊 就是做老公的 看她不舒服 好 那我來幫妳按摩 我從哪裡 我就按 妳就一按 我老婆大叫 妳是要殺人啊 什麼的 太用力了 我還沒用力耶 等一下 還是妳是用泰式的按法 用好的就對了 用拗的 沒有 我一開始想要這樣子用 肘疾就對了 沒有 因為有一些點 你用手肘是很舒服的嘛 對 懷孕不行啦 不行 那我當然那個時候沒有 我就是用手這樣抓 我覺得我抓得很輕的 因為是很怕她碰瓷 怕她壞掉嘛 但是她覺得很痛 就試了好幾個力道 我在試最後一個力道的時候 我覺得我簡直像在摸羽毛了 你知道嗎 很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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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她又大叫 我說很癢耶 妳幹嘛這樣 妳現在是要怎麼樣 她需要的是愛護 對 因為我們幫不上她忙嘛 對 那你就會覺得說 那現在是要怎麼樣 她開始覺得已經不是力道的問題 是人的問題 是人的問題 妳不會吹得很難抓 可以換另外一個師傅來嗎 好 那所以針對就是 高太太的狀況 我們就要請問一下 兩位大老婆 還有我們的這個保仁醫師 來幫我們舉個牌 覺得女性在懷孕的時候 需要適度的按摩 及愛護是正確的嗎 來 請舉牌 正常 正常 太太在這種情況下 需要這些愛的關懷跟按摩 這麼正常 對 這句話當然是正常 但是我要先跟你講 就是女人懷孕這件事情呢 孔子就有說過 對 唯一 保仁醫師 你今天要好好聊天喔 一定要犯罪的是 全國的女性朋友 對 好 這個女子與小人南洋 意思是說呢 其實女人跟小孩 是不容易搞定的 是 那尤其肚子裡 女人肚子裡又有小孩的時候 是更難搞定 對 這句話 孔子就已經觀察到這個現象 那我們就知道 五千年來 講得好 女性的角色 並不會特別改變 但是我要先講喔 其實懷孕的時候 會不會下肢的不舒服 答案是會 對 積一點點脹脹 可是通常還好 七個月以上 的確是腫脹不舒服 這時候比較需要按摩 如果七個月以前 通常她抱怨腳痠痛不舒服 通常是 是嬌撐比較多啦 七個月以上是真的有不舒服 所以七個月是一個 就是時間的分界 所以七個月以前 可以不理她 就是這個意思嗎 也不行 為了你的下半輩子 你敢嗎 對啊 但是我再補充一點點 我曾經在一次產檢的時候 我有病人跟我說真心話說 其實她腳沒那麼痠 她稍微泡泡腳 腳抬高一點 她也可以舒服 因為我們通常不要的答案就是 她是心痠 她是有一件事情 她很不爽 所以她整她老公 因為她說她其實不太舒服 坐在那邊休息 結果她老公也沒理她 一直在滑手機 玩手遊 所以高大碰要檢討一下 在她請妳 在幫她按摩之前 妳是不是整個晚上在 滑手機 玩手遊 其實她要的是 討拍啊 關心 對... 好 那我們來聽一下 國豪的狀況是什麼 首先以下單會兒的 所有的這個言論呢 要先正起來 那孩子的媽深深一舉公 先道歉是對的 對 先道歉 真的 那我們要不要來加油 那我們撐完這一集 一 二 三 加油 我怎麼看你們 看你們這些行為 我覺得我老公會很慶幸 這一集他們一來 他就是隊長 對啊 他很帥耶 沒有 我有跟仁甫哥 路過也是要講老婆壞話 他前面也跟你們一樣鬧喔 一樣 也是先說老婆 我先跟你講 我是最愛妳的 其實我老婆這件事 我都覺得滿可愛的 他前面是這樣 先買保險券 OK 所以這代表什麼 家庭能夠走下去 沒錯 好 和諧 所以你要講的事件是 好啦 我的狀況就是呢 孩子媽她那時候 懷孕的時候 其他的那個 這個什麼孕吐的那種狀況呢 沒有說很強烈的 那我的方式就是說 每次在吃晚餐的時候 我就會 譬如說 胃口有這麼好是不是 對 因為他那時候胃口也很好 然後呢 我也知道他就 他就是我這個分量多一點 那他選擇很多 對 那半三十之後 他就不容易餓嘛 是 對 是怕半夜啦 對 我就為了要 我就為了哭 他有一次到半夜的時候 他會跟我說 他肚子餓 我想說不可能吧 晚上我們才吃著牛排 怎麼可能會肚子餓 我想說可能只是嘴殘 那當然他就是說 有什麼要求 都大家盡量去完成嘛 我就去那個7-11 然後我想說應該 嘴殘了 我就買個小餅乾好了 一絲一散就 睡就可以睡了 結果買回來之後 就...他就很不爽 就說 你都已經下去買了 對 你為什麼不買大包一點的餅乾呢 或是說你直接買一個那個 麥克風熱的什麼麵給我吃這樣子 你知道嗎 結果我說 這樣子啊 我想說你應該只是嘴殘嘛 後來我要再去買之後呢 他說不用了啦 他已經不爽了 已經氣飽了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次呢 就是我跟我父親 我們去Costco 結果呢 他就傳簡訊跟我說 他想要吃一些保健食品 然後... 對 然後還寄照片來看 對 然後我就說 就找找找找找到 找到老半天都沒有找到 然後那時候 你知道嗎 應該已經都被大家包圍了吧 不是... 我就把我爸晾在旁邊 因為我在找那個保健食品 很投入 結果我爸就有點吃味 他就... 就說 好像那個 你也沒送過我什麼保健食品喔 你知道嗎 我就很尷尬 你知道嗎 對 然後結果後來呢 我買到呢 他又... 不是覺得是他要的那個品牌 但是我會覺得說 你其實那個保健的 那個東西的原料是一樣的 他不是有寄圖給你 你為什麼不看圖辦事 不是 因為他要那個牌子 可能要多好幾百塊錢 那你明明這個一樣的東西呢 我覺得是一樣 那你能省則省嘛 對不對 結果他就覺得不OK 那像前一陣子呢 還有買那個 整個態度都不對 對 什麼意思... 我現在已經 可以預期他們舉牌的後果而已 而且都一樣 我覺得算了啦 你就講到這裡都可以啦 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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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塊 靠著僥倖的心態 在面對這一切都 態度都不對 對啊 還有養小孩啊 五百塊幫你生小孩 不是... 五百塊 那我跟你講 五百塊可以幫我們生小孩 來家 那我先給你五千 所以你看 我今天就不用講啦 來 請翻牌 好 吃過飯 你是不是認會什麼 所以你是 KZ 剛剛什麼 他剛剛舉正常說 你老婆這樣子 正常 是你過分 他就跟你說肚子餓 就是肚子餓 什麼叫做嘴殘 嘴殘 我就跟你講我嘴殘啊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